嗨,大家好,我是文龙妈 桃酥口感酥脆,味道香浓 是一款很别致的小零食 将猪油和海藻糖倒入容器中 用手抓捏,让手的温度让其充分融合 分次加入蛋液,用手拌匀成奶油状,无颗粒感 接着混合面粉,泡打粉,苏打粉 加入猪油混合物中 反复用手抓捏,能成团即可 搓成25克一个的圆球 当中往下按出凹洞 撒上黑芝麻 放入烤箱,140度烤30分钟 桃酥烤好之后 一定要把它放到自然冷却变凉 只有冷却之后,它才会变硬变脆 是吗? 打烤箱,1度烤箱,1度烤箱